第十八月 第十八月是净土宗的根源 也是我们念佛往生的根源 我们说到根 下面再说源 这也是经常听人讲的 哎呀我念佛啊 怎么心中就不清净呢 你们听说过吗 不清净有两种 一个就是功夫上 好像还有老师去妄想扎念 这个是相上 第二是体上 体性上 所谓性心清净者 他老师心里很拙染 对往生这个事情 老师没有把握 到底能不能往生 他是个心里像团乱麻一样 这不是哪里有清净啊 有恐惧 这就是念佛没有清净 请问六字名号是不是清净的 所以他人大学说什么呢 对清诸头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无上清净宝珠名号 这个名号是无上清净至极 真实宝珠 摩尼宝珠的名号 那么这样呢 摩尼宝珠的名号放到我们的心中 居然心还不清净 那难道是佛说错了 那佛没有错 为什么 我明明就没感到清净啊 我也每天念了不少啊 你老说佛名号放到我心里就清净 我怎么没有清净啊 当然有的也有不少人 说哎呀 你看我以前心啊很乱 那我念佛一段时间之后啊 觉得好很多了 也不再那么颠倒乱想了 心里清净了不少 他也是有道理 这说明这句名号在他身上啊 发生了功效 那为什么有的人念佛 也相当长的时间 他还为这个事在烦恼呢 这也是因为他啊 没有得到这个缘 虽然在那里念佛 但是呢 心还是移杂的 有疑惑心就遮蔽了 有杂形也是呢遮蔽了 所以他感受不到清净 有一首诗 朱熹的一首诗 会背望 伴舞方堂 一见开 天光云影 共徘徊 问取哪得 清如许 唯有源头 活水 这首诗是非常好 尤其对我们念佛人 好的不得了 希望大家会背 伴舞方堂一见开 他说他住的地方啊 有一个水堂 但不大 有伴舞那么大 像一根镜子一样 打开在那里 天光云影 共徘徊 天上的天 水色天光啊 云彩啊 在这个水堂里边 游来游去一样 漂浮来 漂浮去 然后他就很感叹 说哎呀 问取 就是问他 问这个水 问这个方堂 说你怎么这么清净啊 你怎么这么清净 映照万物啊 很感叹 很赞叹 然后自己给出答案 说呢 这是因为啊 他不断地有活水 有源头活水 不断地注入到这个 水堂里边来 那如果没有活水的话 时间久了 就怎么样 潮湖 要长了个绿藻 那等于长起来 就是臭了 那么就覆盖了 他哪里会那么清净呢 这其实 和我们练佛人的心 是很相像的 这个伴舞方堂 就是我们这一块 心地 我们这一块心田 我们这块心田 每天就把 贪人吃的垃圾垃圾 往里面丢 把这个毒水 往里面排放 它能够不长 那个蓝藻吗 它能够清净吗 好 现在修行了 修行了 放清水放里边了 但是呢 它不是源源不断 活水放进里面来 它也在念阿弥陀佛 它是把阿弥陀佛 用一瓢一瓢地咬进来 你这个水塘很大 无量节的 这个醉业的 深渊很深 然后念南无阿弥陀 摇一瓢水放进来 然后再念阿弥陀 摇一瓢水放进来 什么时候这个水能清啊 这个水不清 它就感觉到我心不清净 你看到念了佛 我心不清净 你们小的时候 有玩过 玩过那个泥塘吗 你也玩过 陈里的孩子 很可惜 我玩过的 我玩那个泥巴 就是 有时候会那个 把水打开啊 弄鱼啊 造业啊 护鱼 然后在那个泥塘里面 在那个全眼旁边玩了 玩玩 玩了这个水啊 本来很清水 给弄到泥浆一样 泥胡同一样 但这个时候呢 就发现里边啊 它有那个泉眼 这个泉眼的水啊 就一鼓一鼓地冒出来 它出来是清的 就像一条线一样 你上午玩了 感觉这个泥塘 不可能干净了 因为给它造的 像牛在里面造的一样 就是那个泥浆 就是很厚了 不可能干净了 等你下午就看啊 那个泥浆自然沉淀了 清澈的不得了 然后我就体会到 这是源头活水了 那如果我们念佛的话 和阿弥陀佛的 阴地的本愿 我们归立于阿弥陀佛 了解彌陀誓愿的旧度 念佛的动力来源 像这个源头的活水一样 不断地涌入心中来 它不自然地就沉淀了嘛 它能吃到三毒的 就往下沉淀 心就会感到一副清净 伐喜 所以念佛心不得清净 也是因为不了解第十八愿 弥陀的旧度 没有归命于阿弥陀佛 没有得到根 没有得到源 所以大家虽然都在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专修的人和杂心的人 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了解弥陀本愿 归命于阿弥陀佛的人 和那个不了解弥陀本愿 没有归命的人 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